在这个人运都会拍照影像无所不在的时代 看着充斥泛滥在四周的影像 你是否看不清其中的内涵 总觉得哪里不够踏实 你不断地学习 渴望获得更全面的成长 当你不想再安于现状 需要透过创作 倾听艺术作品 来探寻自我 摄影4.0版时代 作为一个影像创作者 应该要知道如何解读影像 如何依照目的选择影像 使用影像 组织影像 让作品里所承载的三层讯息 都能够在整体中相互呼应共鸣 PL1是一条专为你设计的课程 培养把影像当作文字使用的能力 课程融合了国外摄影系 语言证所的专业内容 我们规划了五个阶段 首先从单张影像承载的 三层讯息谈起 第一阶段 以87项系统性的视觉元素和语言 来消化一切被射体 在潜移目化中 培养视觉美感的直觉与感受力 第二阶段 透过实拍与讨论 使用65项摄影媒材独有的语言 搭配视觉原理 弯形心理学 眼动追踪科学 世界艺术识等知识 来学习古今中外的美学标准 内化为直觉 并制作出视觉丰富 体育深厚的单张影像 在课程中 我们也勾夸了前后两次 三天两夜的外拍旅行 向大自然学习 并运用课程学到的视觉原理 来建构影像资料库 第三到第五阶段 我们分别用拼天 来建构影像的语意 用三龙座来学习书写影像诗 用10到30张影像 来编辑影像散文 以及用80到200张影像 来编辑影像少说 我们将学到如何运用 影像语意及脉络来说故事 并在书本以及展墙上 创作出具有线性叙事 或是语意扩散式的 影像文学作品或影像装置艺术 从此 你将获得重新观看 重新感受世界的能力 发现自己的侧点 塑造个人风格 并持续发挥创造力 我们安排了十位讲师 带领你另一年的时间 学习面对作品与面对自己 掌握影像文笔与叙事脉络 从零开始 由内而外 成为一个当代影像创作者 如果 你也曾为了一个画面而感动不已 如果 你也在寻找灵魂深处 那个无以名状的花火 我们真正的邀请您 来参加市场的免费讲座 让我们一起透过观看 植查自我 享受创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